这个2.0版本呢 因为里面有许多的补充 跟重要的注意事项 所以为了抖六国中的同学们 特别在录制的哦 抖六国中的同学们大家好 没错这个 叶子的2.0版本呢 是为了你们拍的 那大家都会好奇 土的分量到底要多少呢 一个是用白色的 那一个是彩色的 当我们把它搓成一颗圆球的时候 那它的直径呢 大概在2.5 那这两个球的直径 差不多在2.5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 首先我们把有颜色的 滚成一个圆柱形 在旁边备用 接着来处理白色的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要用 黑色的呢 2.0版本呢 只是要让同学们知道说 不一定叶子的叶脉都必须一成不变 我们可以随着自己的想法跟创意 来改变它的颜色 好比我们这一次尝试 灰蓝色的叶子 纯白的叶脉 我们来看看 做好之后效果会变成怎么样 那因为是2.0版本呢 所以在制作上啊就要更精确 如果说稍微有变形的地方 我们很快的把它调回去 最起码呢 左右两边它必须是直线 那到底待会包起来的时候够不够呢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动作 戳一个小凹槽 然后呢 滚一圈 回到正面的时候 这个土的分量是足够的 那就代表它的长度是OK的 但是因为我刚刚说要精确一点 所以我们待会呢 就是会把有弧度的地方去掉 所以我们多预留一些些 在这边介绍另一种新的东西 这种刀片呢 叫软刀 也就是它是可以折弯的 只是它折弯的弧度呢 不能超过180度 不然这个软刀 刀片呢会断掉 那我们这边呢 也稍微修一下 尽可能得到最大的面积 这样我们做出来的土条呢 就会更精确了 之后呢 正式包起来 我们每一次包完了以后呢 按照惯例 一定要按压 就是把空气跟缝隙呢 都把它压出来 那在压的时候你会发现 为什么这个灰蓝色会跑得很快 白色跑得很慢呢 在这边顺便做一个补充 在上一集我们没有讲到的 只要两个土的软硬度不一样 软的它会跑得比较快 所以白色目前是比较硬的状态 所以白色它不太跑 那有颜色的它拼命跑出来 那因此在这边呢 提醒同学们前置作业 当我们在手心呢 在搓陶土软化它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那每一个你即将要用到的土呢 它的软硬度必须是一样的才行 那我们轻轻的滚 滚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在切割垫上比较看看 它的长度大约是10公分 也就是去头去尾之后 它还是必须要有10公分哦 那刚才你会发现呢 老师这样子滚动它 唯有这个土条是可以滚动的 原因很简单 它里面没有任何的图案 好 那当我们滚到10公分之后 拿到切割垫上面 我们接着要把它擀平 要擀到多长呢 长度大约要到12或是13公分 那在擀平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要预防变形的地方 那维持等宽 这是最佳状态 那湿力呢 尽量相同 2、4、6、8、10、12 差不多快要到12了 那我们12呢 仍然是一样要去头去尾 扣掉变形的部分 它还是有12 这样才行 那记得呢 轻轻擀两下就赶紧翻个面 因为那个软桃它是很容易黏住的 好我们去头去尾 看看呢 它的长度是不是已经有12公分了 那当然如果万一不小心呢 擀到了13公分也无妨 因为夜脉呢 这样看起来就会比较细致一点 那在这边老师把它横着摆好了 这样画面看起来会更清楚 歪的把它调回去 调好 那排在我们的切割垫上面呢 接着我们就每一公分切一块 这个多的一样去掉 那到这里也许大家还是很难理解 为什么它组合好就会是叶子呢 待会来公布答案 切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用肉眼来看一下 先挑一块稍微感觉比较长一点的 放旁边备用 因为待会这一块呢 它会是夜脉的最中心点 那其余的 我们就把它一块一块叠起来 就像是在叠三明治的那种概念 那另外有同学在软化土的时候 不是用自己的手心去软化它 而是拿吹风机去吹它 不对 因为吹风机的温度可能会随时变得很高 那万一在吹的过程当中把那个陶土吹到整个变硬了 那怎么办 好 那叠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把它压扁 压到多扁呢 压到它的那个宽度跟预留的这块一样 那我会借助桌上的磁砖 那不停的翻转 控制它的形状 不至于有的太突出来 慢慢地挤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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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两者的宽度来到差不多的时候 就代表可以做下一个动作 好 这时候差不多了 我们准备要切它了 切的时候请记得斜切 找对角线 对角线切开 我们先把这一块拿到旁边预备着 那也有可能呢 切出来结果这个是比较长一点 那没关系 我们把刚刚预留的那一块呢 把它拉长 让中间那一份呢 也可以稍微长一点 好 刚刚是这样切对不对 可是拼的时候不是直接拼哦 做一件事 把它转过来 转过来之后再拼 那所有的叶脉 就全部都是往上的 接着我们才把 叶子的形状慢慢地捏出来 那原则上已经有一点点叶子的雏形了 但是还没完 我们要把它拉长 那因为它已经有形状了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呢 一定要有好习惯 用翻转按压的方式拉长它 就不能粗暴地在桌上滚 因为经不起 你一旦滚动起来呢 里面的图案就会扭曲变形 那一边拉长的时候 一边留意到叶脉 尤其是垂直的这一条 有没有歪掉 所以还是要有耐心 那这个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发现 前后变形的好多 那一个原则 当土条的花样越复杂的时候 前后变形的也会跟着越来越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 土的分量要设定在直径2.5乘2.5 因为扣掉这些花张变形的部分 剩下来的土条就刚刚好 可以做我们的钥匙圈 所以我们现在拉到这个长度之后呢 前后变形的就可以把它去掉了 大约在这里 你这个前后变形的 第一拿来当胚体 第二呢 如果你觉得它的图案不错 也还好可接受 那么你可以做一些比较 比较有抽象感觉的 的那个桃珠 那我们可以看到叶子的雏形了 对不对 那这时候呢 才进行下一个步骤 正式把上面的捏成尖尖的 然后呢 好像是一个三角形的概念 那开始切 这样每切一片 那就是一个叶子的形状 那我们来同时看一下 不同颜色 不同色系的叶子 它有什么不一样的效果 那未来呢 我们下一周还会浇花的土条 那等花的土条也做完之后 我们就会把花跟叶子 组合在一起 我们就要制作一个法夹 如果还有剩下的话 我们还可以做类似这样的杯垫 好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下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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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